五 免居心诚敬 入道多门为人智取 了无一定之法 其一定者曰成 曰恭敬 此二是 虽尽未来寄诸佛出世 皆不能一眼 而无人以伯地凡夫 欲顿消夜累 宿正无声 不至于于此 譬如目无根而欲貌 鸟无翼而欲飞 岂可得乎 念佛一法 来治简治意 治广治大之法 必须恳切至诚之极 印大师师吉之外 与真达师等云 净土法门 别无奇特 但要恳切至诚 无不蒙佛接引 待业往生 方能感应道教 其生轻或实意 若懒惰懈怠 毫无敬畏 虽重远因 而泄满之罪 有不堪设想者 于常卫 欲得佛法实意 须向恭敬中求 有一分恭敬 则消一分罪业 增一分福慧 有十分恭敬 则消十分罪业 增十分福慧 若无恭敬 而至泄满 则罪业愈增 而福慧愈简宜 以宋持念种种修持 皆当以成敬为主 成敬若即 经中所说功德 纵在凡夫地不能原德 而其所得 意义难思难意 若无成敬 则与畅戏相同 其苦乐悲欢 皆属假装 不由中出 纵有功德 亦不过人天吃福而已 而此知福 必以知以造恶业 其将来之苦何有了其 约成约恭敬 此举举世贤之 此道举世贤媚 应光 由罪业深重 弃消除罪业 以报佛恩 每寻求古德之修持异范 由事而知成与恭敬 使为超凡入圣 了生托死之 奇妙秘诀 故常与有缘者 尊尊言之 夫如来灭度 所存者 为今与相 若以土木 金才等相 是作真佛 即能灭业障 而破繁祸 正三昧 而出生死 若以土木 金才是之 则亦 图木金才而已 又图木金才 谢之则无故 若以谢图木 金才之佛像 则其过弥天仪 读诵佛经足语 只当作现前佛祖 为我清宣 不改烧蒙带虎 能如是者 我说其人 必能极生高等酒品 彻正一针 否则是游戏法门 其利益不过多知多见 说得了了 一丝不得真实受用 乃道听图说之能事也 古人于三宝分中 皆存实境 不图泛泛然 口谈一也 今人口尚不肯谈 一屈字 况实行乎 礼佛一事 急忙之人 不便特立 但至诚恳切 口称佛号 身礼佛足 必至其 如在之成 则可宜 设立不能礼拜 丛林不能亲至 有何所欠 但能见佛像 即作真佛像 见佛经足语 即作佛祖面 命自己想 毕恭毕敬 无待勿乎 则中日见佛 中日亲至诸佛菩萨 祖师善之士 设立丛林云乎哉 大绝世尊 所说一切 大成写密尊经 西皆礼本为心 道福实相 礼三事而不义 举十戒以贤尊 归原副本 为诸佛之导师 拔苦与乐 做众生之慈父 若能结成尽敬 礼颂受持 则自他聚蒙圣意 悠显同母恩光 犹如意诸 似无尽藏 取之不愧 用之无穷 虽心限量 惜满所悦 欲得佛法实义 虚办十分诚心 持经念佛之事 虽同 心之诚 由浅身泛切之不同 则其利益便大相悬殊以 世间世事 均需以成而成 况持经念佛 欲以凡夫身 了生托死 超登佛国 不成而能得乎 持宋经咒 跪在乎城 纵绝不知义 若能结成尽敬 浅恳受持 久而久之 自然夜宵至朗 仗尽心明 尚能直达佛意 何况文字迅惑 与其意志 否则纵能了知 由不至成 只成凡夫情见 补度思量而已 竟知真利益 真感应 皆无犹得 已完全是 世心分别嫉妒 何能前通佛制 暗和道庙 一抄直入 顿祸圣意也 经云 人身难得 佛法难闻 若非素有因缘 佛经名字 尚不能闻 况得受持独诵 修因正果者乎 然如来所说 实亦众生 其心本具之理 于心性外 了无一法可得 但与众生在谜 不能了知 于真如实相之中 幻生妄想执着 由此起贪嗔痴 造杀盗淫 谜智慧已称烦恼 即常住而为生命 清晨典节 莫知能返 性欲如来所说 大成写密诸经 方知依诸固在 佛性仍存 几笔刻作贱人 原是长者真子 人天六道 不是自己住处 时报极光 乃为本有家乡 回思从无始来 未闻佛说 虽则据此心性 无端往寿轮回 真堪痛哭流涕 生振大千 心片片裂 常寸寸断矣 此恩此德 过比天地父母 稀释百千万倍 纵粉身碎骨 何能报答 金刚金语 若是经典所在之处 极为有佛 若尊重弟子 又云 在在处处 若有此经 一切世间天人 阿修罗 所应供养 当之此处 极为是他 皆因恭敬 坐礼围绕 以诸华香 而散其处 何以令其如此 以一切诸佛 即诸佛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皆从此经出故 而诸大成经 处处教人 恭敬经典 不一而足 两以诸大成经 乃诸佛之母 菩萨之师 三世如来之法身舍利 久借众生之出苦此行 虽高正佛果 尚续敬法 内报本追远 不忘大恩 故涅槃经云 法是佛母 佛从法身 三世如来 皆供养法 况伯地凡夫 通身业力 如众求之 九级牢狱 莫游得出 何信 成素世之善根 得赌佛经 如求欲世书 庆幸无极 故将依之 以长衣三戒 涌出生死牢狱 亲政三身 直达涅槃家乡 无边利益 从文经德 岂可任狂妄之之见 不存敬畏 同俗辱之独诵 折行亵渎 至于月经 若欲作法师 为众宣扬 当先月经文 四看著书 若非精神充足 见解过人 网不徒劳心力 虚丧岁月 若欲随分 亲得十亿 必须至诚恳切 清静三页 或先端坐少请 凝定身心 然后拜佛朗诵 或止末月 或拜佛后端坐少请 然后开经 必须端身正坐 如对圣荣 清零原因 不敢蒙一念懈怠 不敢起一念分别 从首至尾 一直跃去 无论若文若义 一概不加理会 如是月经 立根之人 便能物二空理 证实相法 其根基顿裂 亦可以消除业障 增长福慧 六组位 但看金刚经 岂能民心见性 岂止如此看耳 故曰 约旦 能如此看 诸大成经 岂能民心见性 启读金刚经为人 若一路分别 此一句是什么意 此一段是什么意 全属 凡情妄想 补度思良 岂能 明福佛意 原物精致 因此业障消灭 福慧增重护 智者诵经 豁然大悟 吉尔入定 岂有分别心之 所能得哉 以古德写法华经 一心专注 遂得念及秦王 至天黑定 上依旧写 试者入来 言天黑定了 什么还写 随其身手不见掌仪 如此月经 与参禅看话头 持咒念佛 同意专心致志 至于用力之久 自有一旦 豁然贯通之意耳 明雪窍信禅师 宁波府成人 目不至丁 中年出家 苦餐历旧 忍人所不能忍 行人所不能行 其苦行 使为人所难能 久之大彻大悟 随口所说 妙气禅机 由不试字不能写 久之则试字移 又久之则手笔纵横 居然一大写家 此诸利益 皆从不分别专精 参就中来 月经者亦当 以此为法 学佛之人 夜间不可赤体睡 须穿山裤 以心常如在佛前也 吃饭不可过度 再好的饭 只可吃八九成 若吃十成 以不养人 吃十几成 脏腑必伤 尝如此吃 必定短瘦 饭亦吃多 心昏身脾 行销不动 必至放屁 放屁一事 最为下作 最为罪过 佛殿僧堂 均需恭敬 若烧香 不过表心 旧无舌香 若吃多了 放的屁 极其臭费 以此臭气 熏及三宝 将来必作 粪坑中区 不吃过度 则无有屁 若或受粮 觉得不好 无事 则出至空地放之 待其气消 再回屋中 如有事不能出外 当用力提之 不一刻 即在腹中散开矣 有位不放 则成病 此语比放屁还罪过 万不可听 无人业力凡夫 在圣中圣 天中天之佛殿中 三宝 巨族之地 竟敢不加 数炼任意放屁 此之罪过 极大无比 许多人 因不多看古德著述 当作古德不说 不知古德说得巧 云泻下气 他也不理会是什么话 仍不介意 光三四十年前 常说此事 后世问之 人不知是何事 已故只好直说放屁耳 畅息骂人 说放肆 就是说 你说的话是放屁 凡有所畏惧 气都不敢大出 从何会放屁 尤其肆无忌惮 故才有屁 你误畏说放屁话 唯不雅听 我实在要救人于 做粪坑之躯之前耳 臣起 即大小姐 必须洗手 凡在身上抠 脚上摸 都要洗手 下月跨腿不可敞开 要扎到 随便吐痰洗鼻 是一大折服之事 亲近佛地 不但殿堂里不可吐洗 即殿堂外净土上 也不可吐洗 净土上一吐 便献出乌相 有些人肆无忌惮 房里地上墙上乱土 好好的一个屋子 遍地满墙都是坛 他以土坛当架子摆 久久成病 天天藏土 饮食精华 皆变成坛了 看经论 其各典章不可急躁 需多看 急躁不能宁静 必难得其止去 后生稍聪明 得一部经书 费寝忘食地看 一遍看过 第二遍便无心看 急看 一若丧气失魂之相 此种人 均无成就 当历界之 苏东坡语 旧书不厌百回读 收读深思 子自知 孔子乃生之之胜 独义上至 为编三绝 以孔子之资格 当过目成诵 何必又要看文而读 故知看文 有大好处 背诵 多划口诵过 看文 则一字一句 惜之指趣 无人当取以为法 且不可显自己聪明 专上背诵也 当孔子时无止 凡书或书于木板 或书于竹节 以竹板也 一知六十四卦 乃福西所画 六十四卦开手之炭 乃文王所作 每卦之六瑶 乃周公所作 此外之上经炭转 相转 下经炭转 相转 并乾坤二卦之文言 即细词上转 细词下转 说卦转 续卦转 杂卦转 所谓实义者 皆孔子所作 若约字说 孔子所作者 比文王周公所作 当多十余倍 而孔子读文王周公之义 竟知将编书之手皮绳 断磨过三次 可以知读之变数 不可济也 无人能以孔子之横 而读佛经 持佛名 必能以佛之言之德 熏己之夜世心 称如来之智慧藏也 今向之不能读 不能供者 故当焚化之 然不可做平常自止化 必须吝射化气 掩以防守 不令灰飞鱼处 以其灰取而装于 极密之之布袋中 又加以净杀或净石 必入水则沉 不致飘于两岸 有过海者 到深处投之海中 或大江深处则渴 小沟小河 断不可投